不是每一組你看到的都很大顆 一定要親自挑選 親自看 親自購買 來 歡迎收看阿偉 今天向各位介紹的是日本的香酸四香葡萄 各位介紹一下四香葡萄的產季盛產 來鏡頭帶來這裡看一下 四香葡萄 白白種 很多種 不同的產區都有不同的味道 搭配不同的產區也有不同的特色 但是阿偉跟各位講一下 四香葡萄喔 不是每一組你看到的都很大顆 一定要親自挑選 親自看 親自購買 來 看一下這組 香川 這組本身阿 給我帶鏡看一下 它是刺繡刺繡 正五房 等於說呢 一箱是五公斤 五公斤 五房 你穿多重 一公斤耶 稀有的啦 來 帶鏡看一下 喔 好大顆 欸 仔細看一下 哇 欸 果型超美的 這組香川葡萄 市面上的售價也是一樣 哇 千奇百怪售價 什麼都有 多便宜 多貴都有 但是 阿偉秉持著 色香葡萄每一箱 都一定要親自挑選 嚴格挑選 為什麼 不挑選的葡萄 能看嗎 來看一下 多大顆 就是要這麼大顆 才可以嘛 色香葡萄作為送禮首選 大顆是必然的 所以呢 果型不夠大 你再中 都沒用的啦 來試試看嘍 欸 空日就是新鮮 來 哇 大家看一下 哇 有沒有 好像現彩的一樣 超美的耶 香川葡萄 當然喔 不是每一箱都漂亮 所以一定要嚴格挑選 這個 吃吃看 欸 扎實的果粒 欸 來看一下 香川色香葡萄 肉質一樣是扎實Q彈 它不會像是長野那麼香 山泥那麼甜 但是阿 整體來說 外型 非常的美 果形果粒 很漂亮 很大顆 重點是這兩個條件以外 它本身 口感 我個人 覺得是 介於 香氣甜度 色香味俱全 大概都有80分的程度 我覺得這組做來送你的話 今天我挑選 香山其實 相當漂亮 這組香山本來就很少 紅水果阿偉 幫各位挑選到 香山葡萄 這次沒試過嗎 送你 這次試一試